我们要买饭回来,我们回家吃饭哦 单亲妈妈婷婷带着她的两个小公主回到温暖小窝 午餐是孩子们点名要吃的炒面 而这一盒面母女三人分着吃 对于肉类比较难咀嚼,所以会咬得比较慢 她需要吃的时候,要把它切成小小块的 吃得少,吸收不良,伸张缓慢 四岁的堂堂92公分,七岁的小爱110公分 都比同龄小孩爱上一截 他们班上她是算最小资的那一个 然后她现在身高差不多110 后年里的小朋友大概都120以上 姐姐是增长跟发展都是持宏 妹妹目前就是增长持宏 为了帮两个孩子多存点早疗,教育经费 妈妈省吃俭用,有时靠一块面包撑过一天 但给孩子的绝对不能少 能力够的时候,婷婷会给他们买鲜奶 希望孩子们多点营养,长高长壮 去年的小爱还无法念完一整夜的故事书 在妈妈积极地带她到医院上早疗课 加上学校协助下,现在已经能流畅念完一整本绘本 只是语言迟缓之外,近期医师诊断出有癌小症 未来要注射费用高昂的生长激素 前几年婷婷与先生礼仪之后,独自照养两个孩子 为了多挣点钱,一天打两份工,只睡三四个小时 一个月薪水只有一万多 而光是带两个女儿回诊,医疗开销就不小 看着孩子们开心的笑容 单亲妈妈,婷婷知道,再苦都要撑下去 希望自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 而您的爱心善款,能帮助单亲弱势家庭,撑过难关 短新闻又有机会,王震宇周远杰综合报道